所有的侨领侨胞 大家热情参加今天的活动 非常的好 非常的成功 再过两天 世界卫生大会就要开会了 但是我们的阿中卫福部长 还没有拿到邀请函 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 对我们的不公不义 这是因为中国大陆 对我们的打压跟破坏 面对这样的挫折 我们并没有感到屈服 我们反而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向世界说出我们的心声 而在过去这一年 我们也得到更多的支持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发言主张台湾应该要参加 世界卫生组织 日本首相也说出了相同的话 那么不久之前 有全世界七个最先进的 叫做G7七大工业国 他们的外交部长都支持 我们的诉求 在欧洲 在奥地利 很多的国会议员 很多的意见领袖 都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在座的很多的侨胞 我知道大家发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写信 大家联名写信给WHO的干市长 主张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 的确我们的诉求 我们很感动 得到大家的支持 台湾是这么样一个高度自由民主的社会 而我们的经济成就 也是遥遥领先 从新冠病毒发生到现在 过去一年多 台湾做得非常好 我们是防疫的模范生 我们除了自己做得好之外 我们也帮助全世界 我们送口罩 送医疗器材 帮助世界各国 我们跟各国来告诉他们 过去我们防疫的经验 这就是台湾人的一种 人机极机的一个精神 而在过去这个礼拜 台湾的疫情出现了一个新的状况 面临新的挑战 这更说明了 这个疫情 这个病毒 他不能够 他不可能去分辨 我是台湾人 他是奥地利人 更加证实 在全世界 我们对抗共同的敌人 对抗COVID-19 必须要大家一起 手拉手 心联心 共同合作 才能够打败这个非常顽强的敌人 感谢各位的支持 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相信 我们在这条道路上 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因为我们要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这个种子已经拨下去了 它会顽强地从地面钻出来 它会坚强地成长 谢谢各位的支持 从今往后 我们还要在一起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为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一起来加油 那么这段时间 我们也一起来支持 来声援 来感谢在台湾 为了对抗新冠病毒 日以继休 日以继夜 不眠不休地努力的 我们的医生 我们的护士 所有的医护人员 让我们一起为台湾加油 我也很感动 刚才一路上 很多的包括爱华 包括哲瀚 包括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 一起带领我们来呼喊口号 世界需要台湾 台湾也需要全世界 只有不分彼此 共同合作 我们才能打败 我们共同的敌人 COVID-19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愉快 谢谢各位 好